大家好,我是Task 上一期的视频中我们介绍了Warfilm的前传和背景 但是由于UP主的孤陋寡闻导致 UP主在解释连妈这个角色的时候产生了误差 好吧,是极度偏离的误差 UP主本着知错就改,刻骨钻研的精神 所以这期视频就用来重新解释一下连妈这个人物角色 顺带将奥罗金帝国与新智者之间的战争一起捋顺清楚 在Warfilm的世界观设定中 奥罗金帝国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文明 已经征服了整个太阳系 但是越是发达的文明对资源的需求也就越大 而奥罗金帝国显然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它无止境地剥夺各个星球的资源 很快资源就被消耗殆尽 此时的奥罗金帝国也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光鲜亮丽 实际上它是一直在走下坡路 除了资源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各种酷刑的滥用 你偷吃了当地地方官的棒棒糖 你就可能被处以急刑 好可怕 于是奥罗金的高层决定 让奥罗金中顶尖的学士 去寻找可以解决的办法 这些学士就被称为哲氏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叫普兰多的哲氏提出了一套方案 就是将一群可以自我复制的机器 派往陶星系 对于陶星系进行地球化改造 这个方案刚开始是因为执行者议会的执行者巴雷斯的反对而被拒绝 但是后来因为这种机器有着一种缺陷 以及执行者议会的 Tuzer的坚持而通过 因为当时的执行者Tuzer 发现这种机器 无法免疫虚空能量带来的伤害 于是这些机器 便被发射去了 陶星系 在这个项目完成之后 紧接着便是开始的殖民行动 一艘代号所罗门10-0的飞船 带着殖民者赶往陶星系 但是这艘船上违反了殖民规定 携带了许多儿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殖民不允许携带儿童 反正他就是偷偷的带了 这艘船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奥罗金帝国的希望出发了 但是在进行空间跳跃的过程中 跳跃失败 这艘船也被困在了虚空之中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 与此同时船上也发生了异变 船上的成年人因为暴露在虚空能量之中 使他们陷入了疯狂的状态 他们开始肆意的破坏与屠杀 而船上的儿童没有被影响 他们并且开始联合起来对抗发狂的成年人 好孩子与凶父母之间的对抗就由此爆发 这艘船在虚空之中漂流了非常久的时间 等他再次出现在奥罗金帝国的视野中的时候 他上面再有的孩子已经被虚空扭曲 掌握了各种狂暴的能量 而这些孩子无法控制这些力量 这也让他们非常痛苦 奥罗金帝国对他们的存在是非常的忧虑 于是就是意图想要抹杀掉他们 一种你无法控制的力量存在于你的地盘之上 尽管你可以选择去利用它 但是万一出现差错就会让你身受重伤 所以还不如将它彻底的抹除掉 这时一个名字叫做马古利斯的哲氏 对这些孩子非常的同情 向奥罗金帝国承诺 可以使这些孩子控制自己的力量 通过各种的游说 总归是将这些孩子保了下来 让他们免了一死 我们现在去谈论马古利斯的行动 可能只是一句话的带过 但是他在奥罗金帝国上下游说 究竟经历了多么大的困难 可能只有他本人知道 马古利斯通过他自己无条件的关爱和努力帮助 让这些孩子可以慢慢的掌握自己的力量 在这期间呢 有一个孩子他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 导致马古利斯丧失了视觉 但是这并没有让马古利斯放弃 而是继续的让他坚持 然而就在此时呢 之前被派往淘星系的机器人 不知道为何回到了他原来的星系 即使是有缺陷也没能阻止他们 他们通过未知的能量产生了进化 现在叫做新智者 也有国服意为灵莎 这些新智者在穿越回原星系的旅途中呢 丧失了繁殖的能力 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止他们 向奥罗金帝国的复仇 呃复仇 我觉得可能新智者觉得 哎呀你们这群混蛋 把我们派过去帮你们造东西 造好了你们人又不来 是不是玩我 反正开始了新智者 与奥罗金帝国之间的战争 新智者拥有极强的童话和复制能力 简而言之有点像八路军打鬼子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奥罗金帝国在前期是被新智者吊起来打 或者说是按在地上摩擦 奥罗金帝国就要想办法 这时候呢 前期一场小型的在矿场的遭遇战的档案 被奥罗金高层发现了 里面提到了新智者 好像对远古最初的刀和枪无能为力 知道了新智者的弱点 奥罗金帝国就要开始寻找应对方案 其中就包括通过泰克诺斯特病毒 制造超级战士 但是呢 这项实验失败了 因为泰克诺斯特制造出来的战甲 无法被控制 但是他们发现 从虚空回来的那些孩子呢 他们可以通过意识来控制战甲 一个负责清理地球上泰克诺斯特病毒的哲势 斯雷婉纳被马古利斯找来协助研究 如何更好的治疗所罗门船上的孩子 但是呢 奥罗金帝国却让斯雷婉纳和马古利斯 去参加战甲研发计划 并且更好的创造 更优秀的武器 给这些孩子 让他们参战 斯雷婉纳对于这样的命令 是非常的抵触 并且开始命运的谋划 如何毁灭掉奥罗金帝国 奥罗金帝国持续的逼迫 马古利斯放弃这些孩子 让他们加入作战 使他们变成战争机器 而马古利斯却并不听从 甚至斥责奥罗金高层 结果马古利斯被奥罗金高层 以叛逆罪判处死刑 而行刑者便是 马古利斯的丈夫 叫巴雷斯 Warframe计划呢 让战争格局 产生了180度的反转 而新智者呢 并没有承认自己的失败 一直想着 如何卷土重来 于是新智者派出了 呼号的女儿奈斯 并将她渗透进了 奥罗金帝国的高层 想通过她呢 从内部来瓦解 奥罗金帝国 Eternal 虽然奈斯成功地 进入了奥罗金的高层 但是她听说了 马古利斯的事迹 非常的感动 而她又因为 穿过虚空无法生育 所以这激起了 奈斯的母爱本能 奈斯改名为Lutz 并延续了 马古利斯的样貌和行为 就在此时呢 新智者的计划开始了 新智者开始仰装败退 呼号故意让自己 在海王星的海洋上被杀 让奥罗金人 以为战争已经结束 而奥罗金的皇帝 果然上当 下令呢 全国召开庆典 以及Ternal的赦免仪式 但是呢 Ternal对这个帝国 早已失望至极 于是便在这个赦免仪式上 发动了政变 杀死了奥罗金帝国的皇帝 而此时 呼号的计划的第一阶段 已经完成 但是路特斯并没有选择 继续执行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也就是唤醒呼号 而路特斯选择了 保护天诺 经历了这次政变之后 大部分的Ternal 因为无法控制自己心中的负罪感 选择进入冷冻仓冬眠 并清除自己的记忆 这期视频总算是做完了 UP出 总算是深深的吐了一口气 因为之前自己的懒惰跟愚昧 造成了之前对连妈的误读 所以再次在这里跟大家道歉 希望大家能多多的支持我 我也会尽量的完善自己的知识储配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